近日 國家藥監局官網發布了 關於10批次藥品不符合規定的通告 這裡面有很多藥品都是我們非常常見的 大家可以聽一下 這其中包括板藍根顆粒 感冒軟膠囊 六味地黃丸膠囊 甚至是維生素C片 那具體是哪些批次呢 大家可以在國家藥監局官網來查詢一下 目前藥品監察管理部門 已經要求相關企業和單位 採取暫停銷售使用和召回等等風險控制措施 同時對生產企業和被抽樣單位 生產銷售假裂藥品的違法行為進行查處